10月28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逝世七周年忌日 霍家后人分别前往扫墓祭族 上午10点半掀起家族正产官司的霍振宇现身祭拜王妇 在目前进行简单的拜祭仪式后和儿子一同离开 还抱以微笑跟传媒示好 提到正产官司霍振宇只笑不语 请传媒慢慢追看下去 霍振亭与儿子霍启刚霍启山上午11点半现身 而霍启刚的国宝妻子郭晶晶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都没有同行 问到会否为霍家第四代的儿子举行白日夜 霍启刚太爷还没决定 至于谈到正产官司霍振廷不做回应 只想家和万事兴